红色穿搭 那第一套呢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套 也是我很少尝试的一种比较酷的 有点点摇滚的风格 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卷卷的头发吧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身黑色的内搭 就显得人很熟 春节就算吃多了 有这套穿搭也不怕显胖了 那这个红色的外套呢 是我觉得真的很酷 很撑气场的 亲戚见了你都不敢问你的成绩 也不敢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七七八八的问题 第二套呢 是我一直非常想尝试这种 很女人很淑女的风格 那一身呢 同样用了黑白红这种最不会出错的颜色 无论是见家长啊 还是见男朋友 还是出去玩拍照都很好看 亮点肯定就是这个正红色的围巾了 真的很红很鲜艳很喜庆 但是一点都不会俗 那第三套呢 就是比较朝气蓬勃 比较学生气的一套穿搭了 我真的很喜欢毛背心这样东西的存在 既可以给你温度 又不会让你的手臂那里显得很臃肿 非常万能使用又好看的单品 那第四套呢 又回归这种比较酷酷的感觉了 像这种红色的卫衣呢 也是穿上去最舒适最保暖 然后又最简单最日常的一种穿法了 配上黑色的皮裤和同样也是黑色的短靴呢 就能从视觉上拉长你的这个比例 看上去真的是气场一米八 那最后一套呢 就是我觉得最随意 也是我个人最有可能会每天穿的这么一套了 真的很适合去健身好穿 扎起头发来元气满满 而且大家看我的这个小包里 真的不是道具 里面真的有一根蛋白棒 就因为这个包呢 也是我真的会悲屈健身的 好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一个红色新年穿搭主题视频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也祝大家有个完美